谢贤离婚26年后将与迪波拉复婚 为何儿子谢霆锋怒斥 不要乱搞 谢贤当初与迪波拉离婚时就震惊了娱乐圈的不少人 当时两人年龄相差整整15岁 但感情进展却非常快速 传闻当时谢贤死皮赖脸邀请迪波拉吃顿饭 这一吃就是十天十夜 42岁的秦长老手谢贤拿捏28岁的迪波拉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事后迪波拉便与在美国的富商男友火速分手 安心做起了谢贤的贤内助 为他生下了一二一女 但这段感情并没有走到最后 15年后还是分了手 但两人的关系并没有走到撕破脸的地步 因为两个孩子的关系 谢贤和迪波拉似乎早就成了亲人 谢贤在接受采访时也曾透露 自己想过与迪波拉复婚 但是却被儿子女儿拒绝了 甚至嫌弃地让自己不要再搞了 难道是谢霆锋厌倦了父亲丰富的情感生活 才不让老爸复婚呢 或许就是这样的花心性格才让儿子谢 霆锋如此拒绝他与母亲复婚的提议 毕竟现在两个人的关系也非常好 虽然离婚了 但是迪波拉还是会把谢贤当亲人 甚至出现了著名的三公婆场景 当时迪波拉拉着自己的现任老公直接抱着谢贤就亲了起来 但现任江耀诚却表现得非常大度 迪波拉也称他不会吃醋的 谢贤更是不必嫌 在记者面前直接搂过迪波拉 而江耀诚还大方地站在身旁陪笑 要说江耀诚对这段关系有多宽容 可以说已经到了爱屋及乌的程度 即包容迪波拉的前夫还为谢霆霆和谢霆锋等一家四口的消费买单 传闻几人曾经一起逛街 江耀诚直接为他们一家豪至15万消费 因此也有不少人认为怕不是谢霆锋故意让谢贤不要复婚 毕竟妈妈找了个江耀诚这样一个长期饭票 既能拉着谢贤一起玩 又不用担心江耀诚会吃醋 他们一家人的关系还是像以前一样好 对此您怎么看呢